你今天过得好吗?我是千云 最近有书友留言问 你不是说要活在当下 那为什么你又回忆过去? 在这里想解答一下这个问题 首先我们得弄清楚 活在当下的目的是什么 在学习任何东西前 我们必须明白为什么自己要这么做 对自己能带来什么好处 不然就会像鹦鹉学舌 鹦鹉只是模仿人类说话 但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 那些话语的含义又是什么 这样的学习对我们自身是得不到任何益处的 活在当下不是要我们什么都不去想 脑袋空空 什么都不用脑 没有思考能力 这样的话也未免太可怕了 活在当下是要我们不要陷入负面思考 不要去想 这个想是指胡思乱想 我们多数时间在做的思考 很少真正的在思考什么 更多的是在胡思乱想而已 以我自己为例 我就是一个特别会胡思乱想的人 别人的一个眼神 几句话 朋友没有立刻回复信息 同事没有和我打招呼 家人没有发现我心情不好 老板三经半夜发工作简讯 这些都会因为我脑袋中的那些想 变成了没有人关心我 他们排斥我 他们自以为了不起啊 他是故意的吧 下次我要给他们好看 甚至当这些想在脑袋中越演越烈 逐渐挑起了我的怒气 与一颗恨意满满的心 看谁都不顺眼 看谁都不好 同时又觉得自己很没有用 慢慢的人就变得刻薄又自卑 这就是胡思乱想的后果 导致我们的脑袋产生很多不好的念头 寄而延伸出不好的情绪 而这也就是苦的来源 我们心中会感到痛苦 就是这些不好的念所产生的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苦是从心中生起的 苦并不存在外在 很多事情的发生不会击垮我们 真正击垮我们的 是我们对这些事情所起的反应与念头 这才是苦的真正来源处 明白了这点 我们就必须消灭这种从我们脑袋中制造出来的苦 我们脑袋中很多负面声音 很多负面念头 它们都是虚假的 是我们另一个虚假的分身 是小我在作怪 想要你对过去不好的事情拿出来乱想 对未来也乱想一片 让你变得多虑又烦恼 这也是小我爱玩的把戏 目的是企图要控制你而已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多锻炼自己 更多的活在当下的主要目的 当然我不是什么活在当下达人 我也很常会无意识的又在胡思乱想 又跟着我那些不好的习气去思考去反应 但因为我知道这个苦从何而来 所以我试图想要消灭心中这些苦 也是这个时候我遇见了很多 关于活在当下的书籍 对我自身是很有用处的 所以我就很欢喜的 想要把这些好书都分享给需要的人 让很多与我一样 老是陷入胡思乱想里的人 老是在折磨自己的人 可以拉自己一把 从苦的深渊里把自己拯救出来 因为没有人能真正帮到我们 只有我们才能真正的帮助自己而已 许多书籍与心灵老师只是我们的引路人而已 路还是要我们自己学着走出去的 活在当下是让我们开始变得有意识起来 在这之前我们很多时候都是处于自动驾驶模式的 我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做什么 在想什么 就例如我曾经有一段伤害我很深的感情 而我又是一个特别执着特别多虑的人 这就导致我很常会不知不觉中去回忆起那段感情 然后陷进去胡思乱想 想着对方这样那样的真的很可恶 一直想为什么对方要这样对我 然后就越想越生气 也越想越痛苦 这种自动模式的思考方式导致我边走路边想 边吃边想边工作边想 而活在当下就是要打断这种自动化的思维模式 我在走路时能清楚知道自己正在走路 走路时的身体摆动 呼吸节奏 气温变化 我在吃饭时也能清楚知道自己正在吃饭 饭菜的味道进入口中的感觉 做任何事情都一样 能清楚知道自己正在做些什么 有没有陷入负面的胡思乱想里 而我们当然可以边走路边思考啊 前提是你必须知道自己在想什么 活在当下时我们充其量只是个观察者 但不要投入到你的每个念头里去 例如我们清楚知道自己正在回忆过往的某件事 OK到此为止 我们可以有意识的去选择自己不要陷进去 一旦陷进去就会生起更多不好的念头感受 活在当下更不是叫我们不要做任何回忆 把过往记忆通通扔掉 回忆不是坏事 能带来幸福感的回忆为何要忘掉呢 而那些具备痛苦的回忆更不能扔掉 那些都是让我们逐渐成长学习的宝贵经验啊 某天下午我在自家阳台上看见一只乌鸦 它嘴里叼着一根小树枝 原来正在树上造窝呢 我见它来来回回几次 不知道飞到哪里捡树枝 然后又飞回来放在鸟窝 一来一回的忙忙碌碌 鸟窝也逐渐成形 你说这只乌鸦有活在当下吗 它在给未来建造一个住所呢 活在当下不是要我们不要想未来吗 那它是不是没有活在当下 其实活在当下不是要我们 今朝有酒今朝醉 不用考虑未来把钱花光光 如果这样的话 那么那些赌徒乞丐酒鬼等 不是最会活在当下的人吗 活在当下其实是要我们不要过度的忧虑未来 因为过度忧虑未来 也是属于一种胡思乱想 也一样会产生很多不好的念头 继而破坏了我们原本稳定的情绪 就例如那只乌鸦 担心鸟窝见得不够稳 那么它现在就立刻去捡多些树枝回来 当下就打消了对未来的忧虑 那它会不会想 哎呀 万一刮风下雨怎么办啊 我的鸟窝不就完蛋了 刮风下雨是外在问题 而且这个问题它控制不了 所以它唯一能做的 就是当下尽量选择一个自己认为适当的地方 当下把窝建得再稳固些而已 而这也是这只乌鸦正在做的事情 因为唯有行动才能打消不安与疑虑 这就是当下的力量 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学习活在当下的原因 要训练我们的心 训练我们的大脑 不要总是对过去胡思乱想 也不要总在过度的担忧未来 过去已成过去 未来还未到来 只有当下才是你真实存在着的 唯有这个当下即将成为过去 也正在塑造未来 不想每天烦烦恼恼的 情绪上上下下 想要找回自己平静的一颗心 我们必须掌握两件事 第一是保持正念 也就是活在当下 不陷进去脑袋里的每个念头与想法 第二是我们要有正确的观念 知道生命的意义与实相 就比如曾经有个男生 与我同年 他在二十几岁时发生了车祸 当时他人还躺在医院 女友便离他而去 比起车祸 分手这件事带给他的打击更大 后来他的身体虽然康复了 但内心却一直在烫血 他一直都无法接受女友变心的事实 日复一日 他的精神状况便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除了依靠药物治疗 医生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而他的母亲不知为此流了多少眼泪 没有任何办法下 只好带着儿子四处问神 甚至请人给儿子驱魔 一心只希望儿子能回到以前那个乖巧的样子 但心病终究只能靠心医治 这位男生如果了解 世间的一切没有一样是永恒不变的 男女之间的感情更是如此 如果他能看清世间的实相 就不会苦苦执着要一段感情永恒不变 接受事实本是如此 那么也许他就不会在自己的妄念里 从此陷进去再也走不出来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会追求宗教 或某种信仰的原因 就是为了弄清楚生命的意义与实相 心中有个正确的信念的话 遇到不如一知事实 心就会有个依靠处 去面对生活里的一切 也因此平时多亲近对我们有益的善知识是很重要的 加上平日对心的训练 我们就逐渐有底气面对生活了 也更清楚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并能做出理性分析与思考 更重要的是减少那些毫无意义的精神内耗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活在当下的 差别是有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处在这个当下而已 以及有没有对自己的过去与未来产生批判 我们可以思考过去 也可以给未来做计划 但关键是不要陷进去胡思乱想 产生不好的念头与情绪 而有意识地活在当下的你 是宁静的你 你静静地观察一切 却不起烦恼 正如当下的力量作者 埃克·哈特托利说 智慧往往伴随着安静的能力 只需观看和聆听 无需其他 静静地去看 去听 会激活你内在的智慧 让宁静引导你的一言一行 真正的智慧都是无言的 创造力和解决问题的方法 都从宁静中诞生 愿你一切安好 生活自在 我们下次见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 请帮我点个赞 并订阅这个频道哦 谢谢